你知道我們接下去哪 我知道啊 你知道嗎 你都放車子 你拉大車子 我都知道的 你知道嗎 接下去賣車嗎 對 你看 派起的鮑魚要看到嗎 派起的鮑魚 綠色的鮑魚 哇塞 我今天到哪裡知道嗎 沙丁堡哪有 山蟲 這要包摩墊 要包哪一台呢 哈哈 啊這個 哇 要包我們的野馬 哦 包紅色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懶得改設 改設200塊而已 花一花就好了啊 如果沒有記錯 這是網友 熱情要約泰山來貼的 對 啊不是拍我的啊 這樣好了結束了 不是 我跟你講我大概已經邀請一下 我先把我知道的講出來 如果講錯也沒關係 這邊就是在準備的區域 一般來講 包摩墊旁邊 都有一個汽車沒了 所以隔壁也有 一定有一個汽車沒 他們最少要幫你拋光 因為你如果有顆粒什麼 包起來就這樣 一吐一吐的 不行 一吐完乾淨之後 就會在這邊開始拆 可以拔的 盡量拔 拔越乾淨 其實他們越好包 他就開始包膜 他們都進去裡面 就是一個無層式 然後綁頭髮 無層衣 穿起來 這樣就不用灰塵 啊這樣講好了啦 手機大家都有貼過膜 有一個毛就不行了 貼起來就凸起來了 氣泡或毛 或者是什麼 灰塵都不行啊 對啊 大概就這樣啦 等一下是 請專業的好了啦 請他們講一下 請他們講好了 等一下在聽柯比在那邊吹喇叭 有啊 人家愛聽你 講話對不對 愛聽你我講話啊 這是 專業的不專業 我幫你去找那個專員 專業的來了 OK 嗨 老闆嗎 年輕的老闆 年輕耶 整個團隊平均年齡25歲 換人家在兩倍了 我們25歲在幹嘛 25歲 我們不曉得我22 迷途刀羊 迷途刀羊 我們是一群年輕人 那在這邊 大家一起拚 店裡設計的部分 都是我們自己處理的 那這邊就像一個 有點像遊戲的選擇介面 車子的顏色啊 改裝等等 唯一 這是一個像遊戲的感覺 這是目前客人在 已經在包施工的車 那這邊的話 這間就是 無城市的 因為貼紙一定會有 路程啊等等的問題 更何況是這台車貼模的 所以就是 我們有花錢在做這間 無城市 這是比較少包摩店有的 等一下我問一下 你們無城市是要穿那個嗎 防護衛物 不用 他是相對無城 他相對無城 好我們一樣 不是 沒有 好電腦 變單 這邊就是一個包摩的施工環境 那這個包摩你們還會有做什麼前置作業 基本上包摩的流程會是 就是車子進來 我們會先清潔跟拆井 那就是把細節能做到的地方 像這個窗框四條的部分 都是拆掉 可以看到這些後保桿啊 像門把的部分也都是要拆掉 車子進來就先拆 拆完做清潔 那清潔完之後像 我們會發現一些可能車子有傷的地方 會有 住墊的板經濕處可以做處理 那像這個就是 它是一個刮痕 那我們直接把它補拼 那貼模過去之後 就是有一個完美的平面 那你們洗車是進行嗎 我們洗車是給隔壁專業的汽車美容洗 所以其實這邊是一個一條龍的 對對對 有點像是一條龍 基本上就是我們秉持的術業有專攻 那我們也不要去跨行碰這些 我們不懂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合作 我們能做的還有包含 像是改裝等等的都可以做 像空力套件到電腦 煞車都可以改 客人來留車 既然你都留車包摩 五天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我們就是一次 可以把東西都改完 坦白來說原廠車進來 可以爆改完出去 大概是這個概念 是喔 那東西是你們 東西我們叫也可以 客人自己帶我們也都接受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靠這個在吃飯 我們是主業還是貼模 這邊就是簡單的一個包摩的施工區 這樣 其實我是駐點的板金資 你是駐點的 真的是撞貓了嘛 看啦有些會有板 板就是把它拉出來 如果沒有人拉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算纖維的補圖 纖維補圖 對 蜆蜴裂 就是補圖啊 就是它貓下去 滿力補起來 按摩平就好了 因為包起來看不到了 對不對 他現在吃雞 也要撞出來 要補白 就換個角度想 他們是一條龍 從進來貼模到 甚至改裝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做 原廠進來出去之後 連避震器都幫你換好 你要的東西旅圈什麼 因為如果來他們 你看我看他們都有工具啊 千金點什麼之類的 你要換旅圈的話 你來他就幫你換了 還滿用心的啦 年輕人 不錯 25歲而已 25歲而已 我們還不曉得要幹嘛 就這樣過了 你剛剛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要拆 你這樣包過來連住了 那個水接一切 是到這邊平的 你看不到 他不可能拋到 不用拋到那麼高 那這可以啥 那這啥很好 這磁鐵啦 這樣會壓住啊 壓住啊 你也不天見到 幾下這樓啊 好像還滿像 好 好我們呆哥來了 呆哥 我跟你講 你怎麼看你的Focus 我不想開他的車 對 你是開我的 沒有可以 我什麼 太長了 太長了 這一間是 這一間的話就是我們一個 比較簡易的客修飾跟選色的地方 選色的話就是像牆壁上的這些東西 一些簡單的色卡 那還有電視的部分 我們會給客人參考說 這個顏色 大概貼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那色卡也跟他核對之後 來做選色的這個動作 針對客人的需求 預算 我們去推相對應的產品 才是我認為是正確的東西 基本上這個價位的部分的話 根據你的車礦 車型也好 會有不一樣的價格 那我們以舉例來說的話 四門的普通轎車 大概會落在7萬左右的價格 那當然還是要看你的車子的大小 車子的車礦 設計的部分 也是你們自己做嗎 對 也是我們自己 我們店裡有設計師 包含摩托車也好 汽車也好 都是可以做設計的 那基本上我們的堅持是 客人來找我們設計這個東西 就代表他想要獨一無二 那我們就不會再把這個產品賣給別人 優點大概就是我們可以保留原期 然後改成自己喜歡的顏色 或者是你今天如果是選配的顏色 它比較貴 那我們可以用包膜來達成一樣的效果 那它的價錢會比原廠的選配來的便宜 划算 那再來是你可能選配 他要得定要等很久 那包膜的話就是來 兩天到一個禮拜之前就可以還給你 然後是你要的顏色 那再來就是他保護原期的同時 他可以抵抗一些比較簡單的日常的輕食 那洗車上也會比原本好照顧 那當然包膜還有分很多像 改色膜啦 犀牛皮啦等等 那犀牛皮的話就是又不一樣的東西 它是耐厚性保護性都比改色膜來得好 那材質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現在坊間很容易搞混的像是 鍍膜跟包膜的一個差異性 那基本上鍍膜這個東西是在漆面上去塗一層東西 來達到所謂 輸油輸水的一個效果 因為犀牛皮這個東西是 它是一個實際存在物理性的東西 貼在你的車騎上 那透明的這個東西有分 消光的也好亮光的也好 看你個人的選擇 這個就是喜好問題 那基本上功能跟保護性是一模一樣 費用上當然鍍膜跟包膜 包膜會其實費用會比較高 但是它的後續照護的成本會低非常多 你會不需要花太多心力 我們也不會說鍍膜絕對不好 包膜絕對好 我們不能這麼偏頗 那基本上就是大概的know how告訴給各位 大家自己去選擇 對交給各位去選擇 壽命的部分的話 犀牛皮大概是八年左右 那我們改色膜的話 因為它的厚薄度不同 那材質也不同 那這個壽命大概會是兩到三年不等 那當然跟你使用的狀況 停放的位置會有所延長或所短 這邊就是還有設計的部分 那我們就交給你們 客製的部分 我是設計師Tony 因為通常客人來我們這邊 他都會帶一個概念 拿一張圖來 然後就想說我要設計成這樣子 比如說是像是B&W的三色拉線 嗯 他可能也沒什麼想法 他就是直接丟給我們 就說那你幫我設計 我要這個元素 那你們會怎麼跟他解釋 呃 因為有些客人他的想的可能不是那麼細 或者是他自己也沒有概念 比如說像我今天丟一張照片說 你可以幫我鐵菜引擎蓋 上面這樣子 你們會怎麼建議我 我們會建議你 不要做這件事 那你有遇過什麼比較奇怪的要求 我之前有做過有把真人 坐在車子上 他就有點像是明星 但是也沒有不行啊 因為每個人喜好不同 他可能真的很喜歡這個明星 所以你們還是有在做這個客製化 對對對我們其實客製化是 就是也是做蠻多的 那你有做過什麼比較特別的 我們 不一定是車拉 或是機車也可以 像我們上個月有一個案子 摩托車 但是他是做鋼彈的塗裝 也就是RX那種經典的鋼彈的造型 很有趣啦 因為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為了這個東西 我還去研究很多 他相關的影視產品的東西 對 找他的元素啦 對 找元素一回事 你要怎麼把它跟車子做一個融合 又是另外一件事 那你有坐過痛車嗎 痛車我以前有坐過 痛車我以前有坐過 但在這邊沒有 當然如果有客人來招門 我們也是很OK 完全沒有問題 對 那再來就是準備去坐我的車 OK 好 謝謝 謝謝 走路 走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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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